我問一下說這個昨天的競選口號 你家台北就算無限 不過被黃珊珊酸說 這個政府早就在做了 不然無限的可能性也可能等於零 怎麼看 如果做的真的夠好 就不會有抱怨 其實市政不是早就做了就好 其實身為首帥之都 好還要更好 讓台北市更好是大家追求的目標 所以其實台北市目前 這幾年有很多的新創空間 但是仍然大部分 還是停留在硬體的思維 其實不只是一開始給予新創團隊 相關法律會計財務的協助 更重要如何打造一個更完整健全的 新創生態系ecosystem 讓不只是引進人才資金的導入 甚至讓團隊成長之後 能夠嫁接包括種子輪 CSA A-Round A-Round的融資等等 這些都還是有非常多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我原家民進黨內傳出說 他們這一陣子的戰略要鳳凰山山 結果發現戰略失敗 反而吸到民進黨更多選票 怎麼看 民進黨要如何操作 這都是機關算計 我沒有辦法代表民進黨來回答 但是我要提醒民進黨 刺鳥刺 刮歐鯉 這種錯誤的教訓 發生一次就好 我會覺得露點咖啡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這個產發局說這個創業不一定避遠程度 所以市政要不斷的進步 很重要是心態 也就是一定要以市民為本 以市民為核心 從服務的觀點出發 所以我一直強調要打造服務型的政府 要提供最好最優質的服務 這樣市民滿意度高 人才才會留下來 企業滿意度高才會加大投資 所以我們希望未來打造的台北隊 每一個你每一個市民 都是重要的角色 大家都能在這座城市實現自我 實現無限的可能